Hello 我们今天公寓停电 然后我们两个打算随机去那个清迈的艺术村 然后再去一个附近的那个39号咖啡网红店 下午6点结束 那可以先去那个咖啡店 可以先去咖啡店 那个39号那个网红咖啡店 我在网上看的话是褒贬不移 有人说那个人工痕迹特别大 是吗 嗯 那我们不去了 因为它那个水啊 就不是那种天然嘛 不过也有挺多人说氛围挺好 但是东西吃的偏贵 那我们就去 就是因为今天停电然后没有地方去 去看一下 这个别人说的还是和自己体验的 还是会有差异的 自己去看一看 嗯 来清迈的至少得去看一下 对网红大家都在推嘛 推的话那就去看一下 不好也就一次 对吧 嗯 我们现在开始等车 哇你看那个云 发着亮光 天嘛 好好看 哦 这边人好多呀 大家都说这个水有点太人工那种感觉 确实是啊 确实是啊 这是什么啊 BJ台呢 可能BJ台吧 这还有个小孩能玩的那种滑梯 嗯 我们现在从那个39的那个网红咖啡店走出来了 现在去那个艺术村 东西贵不贵不知道人是太多了 就是说是氛围好 不过我不太喜欢那种人太多的地方 对因为我们没有点吃了就进去看了一圈就出来巡视了一下 嗯 这个可能水的颜色拍照比较好看 不知道很难评 这个很难评 对 不过从这个咖啡店想来的话可以 其实距离我们下一个地方特别近 走过去的话8分钟 那个艺术村 然后再往那边的话是那个乌蒙寺 如果要是来转去旅游的话 一天就行卡卡 就那样都走过去嘛 三个地方 挺方便的 嗨 嗨 说为什么不怕 好 这个店好好看 像不像动画片里会出来的 像不像动画片里会出来的 像 那种公局镜动画片里会出来的 那种感觉 那我看得到吗 哎呀 超好看 这往里点 嗯 这边氛围挺好 喜欢 是那个画画用的 二楼有 哦 我去二楼看一下 二楼挺好 这边二楼位置可挺好 没人上了 是吧 客人 您的咖啡来了 冰美式两杯杯吗 请享用 咖啡挺大呀 是吧 你看他们多贴心 给弄一个这种 电池 嗯 终于能喝到咖啡了 冰美式 是吧 楼上就下电 是吧 底下好像不知道这个位置在 对 我们之前几年前来的是这家 对 你觉得是楼下 楼下 楼下那个石头 石头那个地方 对 因为我自己出去逛的时候 记得我回来找你 挺有印象的 对 对 他们这边很多集市都是 就是 一种产品 不会就 重复的卖 就冰美式 只有这一家卖 然后其他东西 在其他地方卖 就很守那种规则 对吧 一山不容二谷第一山 然后刚才去前一家他们老板还告诉我 在哪里能喝到 就再往里走一点点就能喝到 他们人真的挺善良 对 后面那个鸟笼啊 好看哦 你看这个里边像不像以前民国时代的那个 对 确实很 就老上海以前那种 老上海胡同里面那种特别有氛围感的 是吧 我们这边像是包场了是吧 一直没人上来 下面是好多人了 老多人在那边挤着 在一楼 他们可能不是在楼上海 再遮瑕一点 慢慢 feedback 他差点落到我身 感觉是太可惜了 菲野蛔 我刚才这样 我以为他真的要落过来吓我一跳 他真的落到上面 我不知道怎么收场 这�ine装 隔着心里想让你装 我们现在喝完咖啡准备出去逛一下集市 这里二楼氛围超像那种民国时代的那种复古风 这个颜色超好看的 这好像是什么历史照片 很喜欢这种感觉 很喜欢的 什么都没有 我看到线 看到线 你坐着呢 坐着呢 我进去要从窗口这边给我拍个照 好 现在要去一个那个裁缝店 我有两条裙子要围太大 然后去改一下 这个地方很容易逛啊 很小一个地方 静静的逛一圈 挺舒服的 这一看就是有钱人家 刚才去了那个裁缝店 他们要价太贵了 然后我们现在去准备 去清白大学附近有一个韩餐店 挺有名的 我们好久没吃韩国冷面 想去吃一次 可能还是因为太热吧 太热的话就会香起来 我顺便再看看那边有没有裁缝店 就一般在国内的话 小区内就会有好几家 叫首尔食堂 第一次来不知道怎么样 我要吃这个福山小妹妹 我也吃这个 你也吃这个 一样的 我福山人 看着挺中中的 这个地方好像泰国人挺多的 来这边吃饭 我看谷歌评价里 是600多人评价 然后4.9分 这评价老高了 我看价格也不低啊 冷面吃的还行吧 不过这边应该是来吃的人 很少来吃冷面 不是韩国人的话 一般不太爱吃那个韩国冷面 是吧 吃久了会上眼 对 除非是待韩国很久 他又找到一个裁缝店 拿去看一下 可执着了 我有执念了 真的 看见了一个冰淇淋店 没忍住 看得不错 这是你陪我去防人店走路的奖励 我不行 不吃啊 特别喜欢这种涂鸦 是在这儿的地方 我找到了改腰围的裁缝店 这边清卖大学附近比较便宜 比其他的地方物价都要便宜 吃的也是 这个人应该累了 很累 下次见吧 今天到这里吧 拜拜 你看你累的